Hello,大家好,我是金老师 现在我们将前往极地体验馆 Let's go 好,我现在完了就到了,停车 好,现在各位看到的是我要坐在这个雪地车 带上我女儿,Let's go 发现了两只大企鹅 这个是北极体验馆 它就在这个海边,海边还挺好看的 是不是,走,我们去溜达溜达 这边有个小小的大巾子,大岩石 溜达溜达,看看去 这个底下是这样的,看可以走过去 不过现在什么也没有 应该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企鹅什么的 有个船在那,看下面也有人 这个就你看全都是鸟 然后特别臭,全都是鸟的那个味道 现在还没到圣诞节,人还不是很多 另外这个疫情期间 好,一会儿我们在里面看看 一只脚在这站着 不知道陈牧斯巴在那谈什么呢 这个地方鸟简直太多了 大家看全部都是鸟 怕给这个鸟压了 看,到那个车会开慢一点 然后那个鸟自己又跑了 那个在那坐 那个小的给那个大的追走了 那个大的还怕小的 你看他们在这尬尬尬尬尬尬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把蛋也下这 有的你看就在那一躺 看看风景 今天有点阴天,挺好的 好,我们现在正式准备进馆 大家一会儿看看这些项目 好,这个是晚上看企鹅的 但是因为晚上看企鹅不让看录像 所以就没有录像了 不好意思 这个是 这不就是外边那个海鸟吗 是吧 不知道 怎么有 不对啊 不知道啊 我看好 不对啊 这么丑的吧 啊 这里是我一开始撞像的地方 这里是我一开始撞像的地方 现在你怎么说啊 那边 是吗 啊 是吗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这块有一个我刚才在这研究了半天说这玩意怎么看呢 这东西能转底下这样 当我转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光量好像不一样 我仔细看原来在上面还有一个大屏幕 转过来以后这个就是放大了 这什么能源这是 放大了 热成像 接下来是极地留念 走了走了 好嘞 从馆里出来我们在外边走一走 来吃够 来小鸟儿别动我给你照个像 诶 ?看这里 我胳膊地这么长了不能再进了 不过他俩也不害怕 这一毛后的花纹还挺新鲜的